字幕提供 唉 這台耳環跌了九百多次 今天做節目 是嗎? 一帶的耳機就跌倒了 你是否專程的呢? 專程帶耳環來耳機 不方便你自己做節目 不是啊 那支針短呀 不要貪美女人是這樣的 那支針短呀 你明白嗎? 我明白 那個托又厚 短一點沒用了,扔掉了 這樣容易處理繩 好了,做節目 我在糾纏你的私人事 不過我們經常都說私人事 整年都是這樣 整年都是這樣 是特別好聽的 沒錯,講公開話就不行了 講公共的話更加死得 喂,你...我想... 想說你很久 你不要說我又在大氣電波 當著幾百萬的聽眾 曬你了 I get used to I am very used to 那怎麼辦 你呢,可不可以吃東西呢 吃得慢一點 好像餓鬼 我已經講過了 我很怕男人吃飯不優雅 優雅 我告訴你 你當飯是好吃的 然後在爬那些 你會見到他吃肉大增 有些人,我明白他 在吃飯,嘩...大口味 搞到挖飯了 你又會覺得,對著這隻人 好像特別一點,送好吃一點 特別一點,好吃一點 你那隻就不知道 你覺得好吃 還是你那些是急青鬼的 那些... 那些... 我很大壓力 每次跟你吃飯 我不是說澄清 但我先說回歷史給你聽 話說我們... 你很小時候很餓 很小時候不是這樣 很小時候是... 很窮 吃得很優雅 雖然窮 但吃得很優雅 反而現在有錢了 這個文化 直到我何時開始吃飯 我那時十幾歲 剛剛進去麗寧做 那個德國籍的廚房統領 很兇惡的 經常罵我們 一做完一碟菜 一淋了醬汁 他拿著那扇牛肉刀就拍了 他就...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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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嘩... 嘩...嘩... 嘩...嘩...嘩... 嘩...嘩...嘩... 就是要逼我們盡快拿那碟菜出去 因為怕冷 我長次都被他轟炸到我 腦子進入了一個信 就是 食物是一定要趁熱吃的 從那天開始 每一次放在碟上 放在桌面 我自不而 你想想想 剛才的伴侶已經在裡面 滴兜啊... 落馬腦啊... 溝女啊... 他已經沒拿出來的了 他拿出來一定是冷了 我德國人這麼緊張 一定是食物是要熱才好吃的 我就疲了 我就怕食物冷 所以就... 你某程度上 你知不知道食物食物 所以我打火鍋吃得很慢 食物很熱 你滴下去是... 不是啊... 你是吃得慢啊 打火鍋 有時你吃得慢 但你的感覺 給別人聽 你吃得很辛苦啊 為什麼吃一頓飯 要吃得這麼辛苦啊 就好像要避季禮 隨時有人斬 我也跟你去過旅行 北京吃北京田鴨 吃些很好吃的東西 為什麼你每次都給我 覺得你很辛苦 你好像完全不享受一件事 照過程吞下去的味覺啊 味噌 嗯... 好吃 嗯... 你不是給我這樣的感覺 你每次都給我 你很辛苦啊 嗯... 無論給你什麼好吃的東西 你入口 你都好像一個很痛苦的表情 很禽獻 是很禽獻 很痛苦 好像看鹹片一樣 原來最開心的時候 他的表情是... 是這麼禽獻 是這麼禽獻 是這麼痛苦 你明白嗎 我開始在研究你的食相 是不是原來你很有快感 你一來快感 那個表情就是這樣呢 原來食相主宰了很多東西 但是我在民間那裡 得到一張 我們確實留在民間 關於食相的研究 是嗎 是呀 真的很久沒見過他 上次HIP HOP PARTY之後 都沒見過他的新聞封 他在民間流落了一張 關於食相的報告 原來傳統的食相 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叫做鼠食 即是老鼠的鼠 鼠食 好像老鼠一樣 小小口 但吃得很急 小小口 但很急 噹噹噹噹噹噹 嘩 真的嘩 那些雪條 很小 但吃得很快 太好見人咬雪條 小小咬 但是吃得很快 吃得很快 這些就是IMG 或者叫做方死無得食 反應 他的人生 是性格鬼祟 不夠大方得體 這些就不好了 第二類型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 我們先看看 第二類型 就叫做豬食 見什麼吃什麼 每一次上桌 都吃得菜汁淋淋 滿面油光 湯汁滴到視為都是 總而言之 這種叫做賤相 這類人 做事 懶勝大氣 嘩 細叔閉嘴嘴 搞得賤相 那麼膠關 沒錯 這些賤人生賤相 就是豬食 對 另外最後一種就叫做虎食 吃得快 而且利落 乾乾淨淨 一口雞腿就一口雞腿 不要說雞腿左邊右邊 整塊牛扒 中間就攝一條芥蘭 不會這樣 乾淨得利落 就是這隻 就是這隻 貴傷 吞牛龍丁 貴傷 代表性格缺電力強 就是這隻 充滿自信 而且能夠主宰自己的前程 這樣說 真的是M字 厲害 看得到 厲害 至於吃飯的速度 快慢也確實有代表 如果吃得快 就代表 做事速戰速決 能夠在短時間內掌握重點 如果吃得慢 就代表人處事深思熟慮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說這些就犯收人風 處事深思熟慮 很少跟人發生誤會 兩者都加入 這完全是統計學 我認識一個女同學 小時候去家吃 我們吃完三餐 她還未吃完一口 剛剛在吃Starter 對 她就是這樣 完全是你所說的 這兩種都是有福分的人 最差的食相就是這種 就是髒髒 吃完飯之後 整桌都菜汁和飯粒 我也有 我也有 要不就這樣 要不就怎樣 我兩樣都有 你這種是我常見的 賭捨湯 打爛碗 這種人缺電能力弱 做事慢吞吞悠柔軟 缺電 這個缺電能力令到菜汁了不少機會 難忘成功 我就是精神分裂 我完全是這樣 不是我經常滴到東西 但是都快 都快 有啊 剛才你說的貴相和這個相 這樣就精神分裂 我看視乎場合而已 家裡比較便宜 反而很乾淨 不想吃 很髒 即是有桌布 幾十人抽沙 抽沙下面又古董 古董上面又抽沙 反而在家裡就很乾淨 那個輝哥告訴他 原來呢 中國人是用筷子來作食具 每個人拿筷子的手勢不同 都象徵不同的性格和特點 我很正宗 很正宗 拿正中間的 很擅長筷子 他就這樣說 很擅長筆 又擅長筆 拿什麼都擅長 擅長筆 最擅長筆 你現在怎樣呢 他擅長筆子 你很厲害啊 先說擅長筆子 擅長筆子 擅長筆子 擅長筆子越低 很多人是這樣 我不明白 是呀 甜著 差不多 像擅長筆一樣 手就擅長筆 擅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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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就收起來 也有環境 對於新環境 有恐懼感 和不喜歡轉變 這些就是擅長筆 擅長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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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留意四周圍的環境警覺性特別強 有什麼風吹草動就第一時間注意到 如果劈對筷子在桌面的性格就比較大意 警覺性低下對附近的環境毫不在意 那如果我有個筷子狼呢? 沒說到 即是毫不在意 就算有意外發生得猛然不知 這些是劈在桌面的 這隻很幸福 對 很幸福 即是斬死都不知道什麼事 死了都不知道什麼事 周圍問 為什麼牛肉被人吃了呢? 這樣就沒有了 如果像你這樣 將筷子放在筷子左邊 或者放在筋上的 這些人就危機意識一般 但就介乎兩者中間 正常 即是沒那麼極端 即是你有事很辛苦 你這麼機靜 經常怕被人斬 當然放筷子在筷子上 那些其實精神緊張 這些就是各司所運動的食材 你講在這個食物的方面 其實我覺得真的要提醒大家 即是有時在飯桌那裡 有時好像一家人吃飯 不聊聊天 不說說話 好像不融洽 或者你這麼辛苦 約朋友出來逛街看電影吃飯 都是一個活動 西人尤其是 西人你不發覺 很多電影裡面 一吃飯 吃四五個小時 又聊聊天 即是西人吃一頓飯吃四五個小時 即是去人家是一個活動 其實不自在吃的 即是已經演變了一個社交活動 其實在古時孔子也曾經說過 食不言寢不語 其實是不可以說話的 其實是嗎 我現在越來越覺得是 為甚麼 食不言寢不語 你知不知道 即是經常怕啃撐嗎 你知不知道 真的會啃死 不得止 然後你真的吃了很多氣入肚 對健康腸就不好 因為食道開了 你就不停說話 那些風就走進去 對 而且你一定要感覺食物的存在 這件事 或者我們真的怎樣做得到 即是哪有這麼悠閒 即是吃飯是一個社交活動 甚麼都是飯桌 聊天圍圍圍 這件事 我們不可能一頓飯吃 吃飯是不說話 其實我這麼多年 最享受 就是家裡沒有人 我可以安樂吃一頓飯 而且我整件事 不用跟別人說話 即是有時整家人回來吃飯 難道你真的一粒聲不出嗎 但其實吃飯是不應該說話的 即是這句 由小到大 我父母教食不言寢不語 其實原來有很多 關於吃完飯之後 即是有些很好的養生之道 即是譬如 很多人說 飯後百步走 活到九十九 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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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件事 我減肥第一天開始已經知道 即是不可以一吃完飯便坐 這是永遠不健康的 有時我睡覺 不行的 不行的 即是大家改變一下大家的生活態度 首先你要很感謝有些食物在桌面 這樣吃的時候就很欣賞 你不給我的感覺 你一毫不欣賞人家煮的食物 像鹹片一樣 對 即好像很辛苦吃得 不知好像監管 不知在吃什麼 那又吃得快 通常很多人都是飯後喝過多的茶 以為可以消滯那樣東西 其實不是 絕對不是 不過要因人的腸胃而異 因為很多茶如果喝多了 是加重腸胃的負擔 很多人都知道是沖淡了胃酸 即是不夠胃酸消化食物 對 最初人們就以為 寶梨就好像那些黑漆一樣 哇 真正 不得了 很強的 但其實最好就是喝一下綠茶 然後胃液 新瓶解渴 功力就會好些 你知道古時 蘇東坡 蘇東坡這位 詩人曾經經常吃東西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古時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但已經不可能我們追得上 他的潮流 因為他的潮流 他比我們更尊重食物 對 因為他們已經是 古時的人 不用這麼趕 他不用像你們現在 什麼都鐵腳馬 那些人 他們慢慢吃完餐飯 怎樣呢 就會去那些油 怎樣去呢 不是喝茶 原來 古時的人 首先先放一個焗中茶 又放一條毛巾 然後再放多一杯茶 原來 為何有兩杯茶 然後一個毛巾 就先放一杯咀嚼 很正常 那些毛巾 猜不到 以為不是 以為不是 先放一條額頭 即是先放一條咀嚼 然後一杯茶 可以把你的肥膩的嘴巴 可以把你的肥膩的嘴巴 原來茶葉裡面 含有很多咖啡 咖啡 鹼 很多芬芬香味 還有可以把你裡面的菜 油和香味 原來用來直接放一口 一杯是先放一口 還有蘇東波曾經說過 牙齒越來越堅密 牙齒 因為很多人說 牙齒越老越疏 他不是 他說越老越密 牙齒 他說完全有根據 因為茶葉含有很多種 礦物質 維生素 原來可以殺菌 護齒 於是先放一口 因為很多維他命 都可以防止牙齒出血 原來茶葉的葉酸 都可以防止牙齒發炎 但是那杯就不要喝了 不要喝 即是浪 足夠你浪 浪 還有有時候 你去吃西餐 西餐就很喜歡 中間就做些雪糕給你 冰淇淋 通常是大盤之前的 他其實都是給你拿一口味 口上一口的味 然後再品嘗下一餐 我們現在的人 怎麼會這麼有空 去吃一杯雪糕 或者拿一口再吃第二 這是個世藝 完全都是養生之道的東西 於是弄一下弄一下牙齒 就開始不會發炎 不會髒 不會積了菌 過了一個小時才喝水 或者喝茶 過了一個小時 等東西都下降 你知道那時候我減肥嗎 減這個 即是學這個 FIT FOR LIFE去減肥嗎 他都是覺得 千萬不要湯送飯 不要吃完飯 馬上喝湯 或者千萬不要喝茶 我的胃是怎樣好回來的呢 我原本真的說了二百次 我有極度嚴重的胃氣象 是痛到是要紮醒艾結仔 然後跟著就是 哇很辛苦 不想吃東西 一吃東西就很多胃氣 是餓不出來的 那個痛苦的程度是很重要 原來我跟了這個方法 不拿湯送飯 跟著不吃完飯 馬上喝茶 我的胃病完全好完 因為水溝淡了 對 你溝淡了胃酸 諸如此類 跟著你又不下降 我們中國人很流行說不下降 這件事 還有呢 我真的覺得很合適 真的覺得很合適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相信 因為他們經常說 吃完飯有很多味精 很頸渴 為何不喝 中間已經在喝可樂 那你就嘗試不要吃那麼多味精的飯 不要出去那麼多吃 因為真的 這件事是別人這麼多千年歷史 這麼多百年歷史 是一定有它的理由的 這件事是我自己親身體驗到的 還有你吃完飯之後千萬不要躺在這裏 這是減肥的必殺技 是真的百步走 一定是要 你在家裡找些家務做也好 怎樣也好 還有說到一個利一發燒 原來當時那些人是怎樣 原來是煲飯 用上等的大米熬粥 但熬粥它不是吃粥 原來熬粥的時候 熬完之後 上面就有一層水 油 可以水 原來就是用來這樣喝 這樣就好回發燒傷風 那樣東西 即是粥面頭那些東西 用來喝 然後就斷食了 你這幾天就不要吃東西 因為不要養菌 我們說了很多次 不要養肥它 不要養肥那些菌 你一月吃肥的東西就養肥那些菌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聽起來好像很普通 但沒有人會跟 其實我現在說這件事普通得不得了 那香港人怎會跟 如果大家想活到九十九 我覺得真的不要坐 我從來都不坐 自從瘦了之後 聽完你講的這件事 我發覺香港人有個特點 是他們不喜歡有細藝的東西 怎樣為之細藝 要擦花 吃煙就要吃煙霧 捲煙等等 其實很多東西 我們覺得很悶 生活不能平衡 可能是因為我們沒有細藝 沒錯 大家有幾百年歷史的東西 我覺得一定是有它的道理